臺灣二零二四總統大選血腥油 不僅國際媒體見證歷史 全球超過八十個國家 及國際組織超過七百名政要 紛紛致賀 菲律賓也不例外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氏 發文代表菲律賓人民祝賀賴清德 當選臺灣下屆總統 期待未來幾年內密切合作 強化共同利益 促進和平 看在專家眼中前所未見 菲律賓自一九七五年 與臺灣斷交後遵循一中政策 如今小馬可氏不僅稱賴清德 臺灣總統更暗示非臺未來 更緊密合作 臺非兩國關係深化 也向北京發出嚇阻訊號 尤其當中非的南海主權爭議 日趨白熱化 非國參謀總長透露將開發南海九島礁 讓他們更適合軍隊駐紮 其中包括南海最大最具戰略意義的中葉島 面對中共威脅菲律賓軍事重心轉向領土防禦 如今小馬可氏罕見表態 讓臺非關係邁向新里程碑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 可供的社賢 五ember五店 四縁 港大學 五二十一 四縁